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火光烧的猛烈照亮夜空 海面染得一片橘红 还伴随大量浓烟向上窜身 大火吞噬整艘渔船 还不断传出爆裂声响 前来救援的有船不敢靠近 只能隔空呐喊 就怕有人受伤受困 索性船长机灵自行跳船 有有船接应 在海巡人员的搀扶下 一搏一搏步上十阶 海上大火就发生在18号晚上8点多 82岁无姓船长单独出航 行经澎湖险郊海域时 船只突然起火燃烧 赶紧打电话向有人求救 眼看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赶紧跳海求生 火势顺利在晚上9点多扑灭 索性船长仅受擦措伤 那渔船一艘甲板以上复制一具 出估损失至少几百万 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